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记忆、灵线、火线、地线的颜色 关于电工呢 有些人认为这个行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做这个行业是不能大意的 那一般的人呢都不是电工 不过我们家里面呢 如果开关坏了 我们自己都要去找别人的话呢 有时候也挺麻烦的 所以我们稍微略微有一些电工的知识 也是很不错的 那电工的基础知识呢 我们当然首先要认识什么是火线、灵线、地线 它分别都用什么样的颜色 一般的情况下呢 三项电路中火线使用红、黄、蓝三种颜色 表示三根火线 灵线使用黑色 单项照明电路中呢 一般黄色表示火线 蓝色是灵线 黄绿相间的是地线 也有一些地方使用 红色表示火线 黑色表示灵线 黄绿相间的是地线 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很麻烦 我们有一些办法 首先想想看火焰都有啥颜色啊 我们看左图火焰有红色对不对 然后有黄色 然后呢 我们的口诀是先找火线再找灵 黄绿相间是地线 如果在几条线当中没有红色 你看看黄绿相间是地线 用排除法 那叫黄绿相间的一定不是火线 另外呢 灵线呢 有时候常常都是蓝色的 或者有的地方呢 用黑色表示灵线 我们用蓝绿、黑绿 这两个层级来表示 蓝绿我们通常说是劳动工人 黑绿啊 是比较有钱的 国家垄断企业比较有钱的呢 称为黑绿 这个词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我们看这个插座哈 我们说左灵右火 所以呢 左灵右火 那上面一个孔呢 肯定就是地线了 这是很容易分辨的 最简单的就是这种啊 三根线 先找火线再找灵 红色肯定就是火线了 灵线 蓝灵 那 然后呢 黄绿相间是地线 那中间这种黄绿相间就是地线 这是最容易找的 这一般人 就马上肯知道 但是有一些不同的情况 你就需要分辨了 看左图 先找火线再找灵 那中间这根火线 一定是红色的是火线了 灵线 蓝灵 你看 蓝色的这是灵线 黄绿相间是地线 这大家已经清楚了 然后我们看中间上面的图 红色 对吧 火线 然后两根蓝色 这是什么呢 蓝灵 那就是灵线 再看左下图 你说 我一下子没有红色 我怎么样找火线呢 你用排除法也可以 黄绿相间是地线 黄绿相间这是地线 排除了 蓝灵蓝灵蓝色是灵线 排除了 那剩下的褐色就是火线了 你看 在这里褐色是火线 好 我们中间的下图 看到没 你也可以用盘除 排除法 蓝灵 蓝灵 这个蓝色的是灵线 那火线到底是黄色的 还是绿色的呢 在这里 绿火 绿色的是火线 黄色的反而是地线 所以呢 有些时候你实在分不清楚的时候 不要瞎弄 因为这个电的方面 我们得敬畏 你可以用万用表 或者用电笔 真的还搞不清楚 就找电工 用万用表 用电笔 你会使用的话呢 基本上也差不多 所以要有万用笔 实在搞不清楚 心里没底的时候 就用万用表 然后呢 用电笔 就可以测量出 什么是火线 万用表怎么使用 电笔怎么使用 那你就要好好地学习一下 好了 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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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